五倍券現在的規劃方向是建立在去年三倍券的成功基礎底下再精進的一個方案 那是有一些聲音說要發現金 但是在整體策略上各位想想 我們有沒有發現金 有的 紓困發現金 紓困在1.0到3.0 也就是上一波 總共有大概500多萬人受惠 那今年的紓困4.0 總共有超過900萬人受惠 紓困當然就是針對這些受到疫情衝擊影響的產業跟個人 用現金的方式來補助他們來幫助他們 他現在不會補發 而如果以今年來講 900多萬人 我們今年的紓困4.0已經播出的1500多億 大概用平均來講 因為每個人高高低領的不一樣 各位知道有些受困的勞工 被這個停業的沒辦法領薪水的 他可以補助到4萬 那有些可能是少一些有些多一些 但平均講起來若以1500多億 900多萬人左右 受惠的話 每個人大概可以領取1萬6左右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是把這樣的資源集中在需要幫助的人身上 而不是補發 那這個是第一個我們要強調的 紓困是用現金發放的方式的策略 來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 而不補發 但振興不一樣 振興主要是要刺激經濟 各位應該要記得去年的口號 也是事實上能夠實現我剛剛的 這個振興的效果的 好領 好用 好刺激 現金跟券最大的不同 現金沒有期限的 給你5000塊 你要什麼時候用 沒人知道 剛剛講的 振興五倍券也好 三倍券也好 是有期限的 它就是要短期 刺激我們內需的市場消費市場 你給了5000塊 對 它不一定存起來 但它不一定馬上消費 而它這個時間會遞延 這個對短期刺激內需市場的經濟沒有效果 現金不會有這個效果 所以第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剛剛我所講的 有沒有限期這件事情 是一個最大的不同 第二個 能不能循環 現金用就用了 一次消費 而且現金的替代性消費會非常嚴重 現金會拿去做什麼 還錢 繳稅 繳罰款 你能夠限制它做什麼使用 你不能限制它做什麼使用 現金確實有這個便利性 但它的便利性對刺激經濟可能沒有注意 因為它就不是用在消費上面 你也沒有限制它用在消費上面 它也不可能循環 我們真心券用了以後 你拿到真心券的商家 還可以再循環 再使用 這也是現金做不到的 第三個 加碼 現金怎麼加碼 你去超商買一個飲料 我怎麼知道你這個現金 是政府發給你的現金 還是你自己的現金 這混在一起的 是沒辦法辨別的 券可以 因為有券 商家想賺你的錢就加碼給折扣 各位應該都記憶猶新吧 現在我們正心券 已經說要五倍券了 地方政府包括高雄市政府都講 我要加碼六倍券 爭取什麼 爭取來在地消費 你來高雄消費我加碼變成六倍券 現金沒辦法有加碼的效果 正心券可以捲動業者加碼 可以捲動地方政府加碼 這樣整個經濟效應就會擴大 基於它是現實使用 有循環經濟 還有加碼刺激 這樣才能夠造成 才能夠形成我們的政策預期目標 就是讓整個經濟 在短時間內內區刺激 那怎麼做得好